岁末年初 在北京忙了一年的莫慧兰 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除了吃棍林米粉 兰兰还要披股下厨 朝两个菜给富丽尝尝 从五岁离开家到现在 当运动员的时候是吃食堂 现在做记者了 还是没有时间自己做饭 好在都是自家人 手艺好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份心 体操学校也是兰兰每次回桂林 必须要去看看的地方 因为广西人李宁在1984年 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战绩卓越 练体操在他的家乡 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热潮 1985年 桂林体操学校第一次招生时的情景 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 在前来报名的上千个孩子 中就包括莫惠兰和她的双胞胎妹妹 莫惠芳 如今桂林体操学校已经成为中国体操最重要的人才 培养基地之一 兰兰当年的教练是学校的校长 而她当年的队友则成了学校的教练 他们都还记得在学校的第一批学员中 兰兰绝对不是条件好的 却是最能吃苦的 我那时候可怪了 我那个起了泡了 然后不敢说 起了一个大农泡 挺大的 然后我不说 我觉得自己还能坚持 我就继续练 继续练 然后练一练 我说钢子上有血 我就问你 每个小孩 你们谁也手吃血了 他也不说话 我干嘛 你就要全挖下去 我就只能这样 全靠一边手 我就这样不动 我就这样不动 一进来就教育他们 要刻骨训练 疼了累了 要坚持 不能说话 他就记住了 所以他就咬下坚持 纱布 绑着纱布 全是血 两年半之后 训练刻苦的莫惠兰和妹妹 一起被调进省队 随后又一起到国家队 试训了好几次 最后一次到北京 国家队教练偏偏看中了 妹妹莫惠芳 对姐姐莫惠兰 却并不在 只不过因为在国家队里 有李大双 李小双 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心力 又觉得兰兰训练态度认真 人也乖巧 姐妹俩在一起 既能互相帮助 又能互相照顾 就同意把兰兰 引留在国家队 莫惠兰比妹妹莫惠芳 早出生15分钟 刚进国家队的时候 兰兰的个头还没有妹妹高 在同龄的小伙伴中 她也是最矮小的一个 但不管怎么说 第一次领到国家队的队服 还是让兰兰笑得很开心 她觉得自己终于成了 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只是一想到沾了妹妹的光 一想到随时可能会被退回省里 她的心里就有点别扭 我会觉得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就觉得是靠走后门进去的 就不是那种特别光荣 特别就是真正被选上的那种心态 我就有点就觉得 哎呀反正我进去了 我可能条件啊各方面比较差 但是我就要靠自己 我可以记住了 你没有人不太会 我可以看我 你别把我提供回省里 你就真的对了 你就可以去看我 因为我最后一想到